大家好,抖音就是TikTok海外版准备在纽约上市了 有时候这个世事难料 去年的时候这个抖音TikTok好像风口浪尖被川普制裁 差一点就死掉在美国 准备卖自己的业务了 这才几个月啊 在纽约要上市了 所以有时候你想啊 其实很多政治最后影响到商业以后 政治因素一排除 这商业马上恢复 很快吧 哎呀 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 威胁要禁止中国拥有视频分享应用TikTok后 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开始与甲骨文 沃尔玛达成协议 出售美国这个TikTok美国业务 但现在随着特朗普的下台 这个协议似乎已经作废 不再和甲骨文还有这个沃尔玛来谈收购的事 不再谈了 所以你现在我告诉你了吗 抖音TikTok在美国 不再谈这个收购的事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他说这笔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 但特朗普已经走了 签署协议的理由也跟着走了 所以现在来看 字节跳动也好 应该是不打算再出售美国业务 白宫新闻秘书叫普萨基 上周表示 拜登政府没有对TikTok采取新的积极措施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不再专门针对抖音 TikTok像川普一样政府一样 针对他进行制裁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业务TikTok美国业务 应该说是已经起死回生了 抖音大家知道 在美国现在拥有一亿的美国人用户 美国一共在三亿多人 他拥有一亿的用户 所以在美国来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软件 特朗普和他的国务卿蓬佩奥担心 如果中国政府要求这款收集了大量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 必须与中国政府分享这些信息 然而TikTok前首席执行官凯文梅伊尔声称 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一家中国公司 TikTok抖音这个美国公司注册在美国 员工是美国的 服务器在美国 收集的信息储存在美国 因为他只是一家名义上 钱是美国的 钱是来自中国 老板是中国的 剩下全都是在美国 所以当时抖音这个事一出来 我就说这就是政治 就像流氓一样 就像绑架孟晚舟一样 这不就政治流氓吗 学牛仔 牛仔不就是什么 把人家姑娘给绑起来了 然后要什么 要敲诈人家 你看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也干这种事 真的你看我节目有些美国人 你们自己应该脸红了 脸应该红了都 这不就是绑架吗 这不就是勒索吗 有时候还强调美国是自由的商业 自由的这个自由贸易立国 这就利用政治绑架你 莫须有 你看中国古代 是不是那些这个 那些玩政治的 那莫须有的罪名 现在往商业上来了 我怀疑你是吧 怀疑你跟中国政府传通 我就可以制裁你 让你出售 甚至逼着你低价出售 不想卖都不行 抢啊 这就是明抢啊 你看看美国 有的时候啊 真的啊 特朗普啊 这个特朗普给美国上了很多课 让美国人也知道了 美国哪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民主 哪有什么自由商业 不都是政治吗 就不要高高举起那个自由女神的那个灯塔 好像自己啊 是不是 就是伟大的 真的吗 你看特朗普干的一些事 和那个电影里养的那些 那些绑票的劫匪有啥区别 他只是没劫你姑娘 没把你家里人掳过去 他是用莫须有的罪名 是不是 要你家钱 要你这个抖音TikTok的钱 出售 必须卖 卖给谁 卖给我的好朋友 加古文 有没有意思 我说这个美国有时候 你看完美国政治 你再看美国的这些这个 这些政客所做的啊 你真的很难想象 美国竟然标榜自己是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最自由的国家 这不黑帮吗 华尔街日报也称啊 迫使TikTok将美国业务出售 给一家主要在美国经营的公司的计划 已经暂停了 华尔街日报也证实了 自己跳动的代表和美国国家安全官员 继续就数据安全和防止中国政府 访问美国人数据进行讨论 消息人透露自己跳动 正在就抖音在美国纽约上市 进行初步商谈 所以未来呢 字业挑逗 这个TikTok一定要在纽约上市的 所以可以看啊 现在整个情况翻转了 那消除了特朗普的威胁以后啊 TikTok在美国的广告业务开始复苏了 去年7月被特朗普政府指责为 中国政府的幌子的TikTok的业务 广告业务看起来很惨淡 尽管TikTok的高管提出啊 如果这个热门社交媒体平台被禁止在美国运营 他们会向广告商退款 但各大品牌还是放弃了支出 但在拜登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明朗之后 一切都变了 人们对TikTok的兴趣激增 该公司呢 目前来说啊 获得了大量广告商的订单 甚至呢超过了这个奈飞 你可以靠奈飞也是主要的这个美国一些个流量平台吧 甚至广告都超过奈飞 三位广告公司的高管告诉路透社 随着拜登政府暂停了特朗普官员提出的一项政府诉讼 那企业赞助商已经回到了这款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分享应用 预定广告活动 并尝试接触消费者的新方式 那帕特里克说啊 前一届政府围绕国家安全和TikTok的喧嚣更多是一种噱头 对广告商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据一位媒体买家说啊 特朗普在选举中的失败是许多广告商的转折点啊 他们之前对TikTok持观望态度 那这位买家说 随着业务的好转 该平台还单独与各大品牌接洽 以解决他们的广告位置 等挥着不去的担忧 尽管据估计呢 更大的社交平台相比 TikTok的美国广告业务仍然很小 但是TikTok表示 其追踪啊 在2020年期间 美国开展广告活动的广告客户增加了500% 翻了5倍啊 那该公司表示 他一直与广告商就品牌安全进行对话 一位TikTok的发言人表示啊 自去年年底以来 TikTok已经与麦当劳凯特 叫斯佩德 乔巴尼 BOSS 以及圣朱迪儿 圣朱迪儿童医院 等非灵力组织签约 BOSS的全球社交媒体经理 叫克里斯伊纳凯来赫 他说 他们发现TikTok上的广告 比其他平台的广告 观看的时长更长 据圣朱迪筹款的宣传组织 相称 自去年9月以来 圣朱迪已经通过TikTok上的捐赠 筹集了5万美元 TikTok 抖音啊 这个在美国啊 其实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我现在看到包括世界各地啊 因为在美国很流行吧 在欧洲 在东南亚 是吧 在世界各地 甚至在非洲 很多人也在用抖音 这个TikTok 中东也是啊 TikTok是我们增长最快的平台之一 这是很多这个广告商的一致的评价 所以啊 抖音呢 因为这个美国大选 川普的下台翻身了 我觉得这个事呢 反映出一点啊 就在美国呀 政治并不是远离于商业的 并不是说美国啊 这些老板也好 还有些中国的富商啊 说到了美国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过 哎呀 这个自由的生活了 远离政治的生活了 不会被政治干扰了 你看看这个 你那些小钱当然不被干扰了 你要有大钱了 你要有个社交平台 这样是抖音这样的大的平台了 一定是要有政治干扰你的 对不对 你这种各种交易 那背后都有政治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大家上了一课啊 就美国不再是远离政治 商业不再是远离政治 美国的商业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政治 只是他这种政治呢 来到台下去了 拿到台下去了 我觉得美国越来越像黑帮啊 真的 我看美国那些商业也好啊 政治也好啊 看到最后我就有点像交付里边那个情景 像黑帮 所以你说把它当成灯塔 笨的 我不认同 是吗 那很多店呢 有些资料